那接下来咱们就看一下它的使用吧 我们上午的时候已经启动了咱们的主pizer了 大家现在能够看到我们启动主pizer的时候 咱们呢是在c盘用户下边 个人电脑下边我们是不是启动的这个pizer 那这个路径对应哪呢 进入此电脑 我们的c盘下面 大家看在c盘下面呢有一个用户 用户下边呢就是我的电脑名 咱们每个人和每个人可能会略有不同 如果大家使用公司的小黑本 在这个里边你的用户名呢可能是AdminiStraitor 如果你是温时的系统 你在注册的时候是吧 这个温时系统就会让你输入一个用户名 输入一个密码 那这个就是你看我当时注册的时候呢 我是softpo 所以说我现在就进入这个里边 咱们就能够看到在这个目录下是吧 哎有这个什么嘴嘴底的是吧 还有这个一杠python数据分析 3D对象analysis CMB 咱们看一下我们浏览器上呢 对应的目录是什么样的 点点一下这个home 大家现在就能够发现 你能够看到home这个里边是吧 大家看第一个是不是叫一杠数据分析啊 第二个是不是叫3Dobjects啊 analysis是吧 它对应的就是谁啊 对应的就是我们C盘用户目录下边 这个个人电脑下边的这个内容 那么在我们C盘目录下边有一些点文件 叫点Anaconda 点Android 点Conda 点Eclipse 是吧 点艾泰森 点Dopita 点Paris 这个点的文件是吧 它属于是隐藏的文件啊 所以说在我们浏览器里边 在底的这些文件呢 它没有显示出来 那大家现在就能够看到 我们画一个图形 大家就能够看到 这个是不是对应它呀 3Dobjects对应它 那微软系统是吧 是一个非常强悍的 那我们这个地方叫3D对象 其实它的英文原名呢 就是3Dobjects 只不过它进行了一个 因为我们在中国是吧 我们是大陆的用户 所以它直接将objects进行了一个翻译 翻译出来就是对象 那大家能够看到这个是analysis unsell是不是啊 大家看DNB 这个GP我看一下 在这儿呢 是不是啊 GP在这儿呢 还有machine learn是吧 肯定是在下边呢 所以说 我们在哪启动咱们的主牌 成Notebook 那么它所对应的这个目录 就是当前目录下的 在这儿的话 我们进行一个这个介绍 叫做五个 咱们在启动主牌 patternotebook10 那么我们的位置在哪里 那么它就会在浏览器中 浏览器当中的目录 就是当前目录下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假设说我现在是吧 在D盘下边 你看 Python 我在D盘下边 我在此处 启动一下DNB 我们在Windows 这个资源管理器这个地方 我们在这输入DNB 回车一下 咱们就可以在这儿启动一个命令行 当前这个位置就是D盘冒号 那咱们在这儿 如果我要启动主牌一下 notebook 实际一下这个代码 它会在浏览器里边 先为我创建一个home 大家现在能够看到 你看 这第一个叫什么 是不是360驱动大师目录呀 看到了吧 是不是360驱动大师目录 第二个是不是 阿南康达3.5.3呀 所以说我们在哪启动是吧 咱们就会在这创建 那么我一般情况下 默认会把它放到D盘 因为我D盘下面的空间足够大 大家的D盘 如果空间不足够的话 你可以选你的D盘 E盘 F盘都行 好 那么我现在就把D盘那个关闭掉 关闭掉之后呢 咱们这个就可以给它关闭了 好 那么咱们现在呢 再回来啊 好 在咱们这个当中是吧 刚才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B 那就是数据分析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A A的话就是人工智能了 这个呢就是这个高端的这个算法工程师 一般情况下这个薪资呢 就很高啊 但是呢 这个条件呢 也比较严格 条件也比较严格 在北京联想公司 联想公司有一个学生 他毕业了 他是大学刚一毕业 他去联想公司去面试了 让他给人家要薪资 要了25k 联想答应了 答应给他了 但是像这样的大公司 一般都会进行背景调查 一背景调查 发现他是刚一毕业的 后来的话 这个合同呢就取消了 所以大家就能够看到 你看我们 所学的这些内容是吧 是足够的 就是你进入公司里边进行 实际的开发 进行的生产是 是足够的 当然我们肯定也要与持俱进 是吧 进入公司之后 肯定也要学习一些新东西 不同的公司 不同的项目 需求可能不同 侧重可能会不一样 那他就去面试了 通过了 很顺利 要了25k是吧 非常开心是吧 但是过了几天 联想证给回复是吧 说这个进行背景调查是吧 发现你是那个 刚一毕业的学生是吧 那就没有去 就没有去给他offer 但是呢 你看这个我们学的内容呢 这个就 这个就不是这个教学的问题了 是吧 还有一个 再举一个例子 在北京有一个女同学 她姓林 她是三年的工作经验 但是这三年工作经验 她做的是什么呀 做的是测试 她是给华为做测试 她不是华为的正式员工 她是华为的外包员工 所以我们知道 有一些这个是外包出去的是吧 像一些不太重要的 你看华为的人工智能 肯定也是这个自己做是吧 但是像测试的话 她就外包出去 那她做了三年 去过非洲 也去过好多国家是吧 去过德国 那有这样一份真实的工作经历 她学完之后 然后她就去找工作是吧 很有优势 她面试的是算法工程师 要了30k 30k的底薪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福利 你像餐补呀 交通补呀 还有她是30 是这个 应该是最后的话有年终奖 是两到四个月的年终奖 那你想两到四个月是吧 如果要平均一下三个月 那就是十万块钱 三分得九是吧 九万块钱的年终奖 但是 她是 她是南方的一个大学 是211的一个学校 但是我忘了 我忘了她是哪一个大学的 所以说是吧 这个都是 都是有 这条件会稍微严格一些 但是我们上面这个B.A.是吧 上面这个B.A. 它的条件呢 就宽松一些 还明白吧 条件就宽松一些 你像B.A. 很多时候 他做的就是报表的工作 我们把数据分析出来 是吧 找到一个规律 给公司的这个领导层呀 或者说给我们公司的上级 是吧 让他看 看到我们的数据 从而做决定 你看 报表 把这个数据是吧 给他挖掘出来 给他分析出来 这个就比较宽松了 知道吧 那B.A.的更进一步 B.A.的更进一步 就是咱们的A.A. 所以他相当于是一个升级 B.A.里边要做的工作是吧 A.A.里边都要做 B.A.要做数据分析 A.A.呢也要做数据分析 然后的话 交给我们的算法 进行机器学习和训练 所以说它是这样的一道 有的时候咱们也不能 羡慕别人是吧 那么 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个 比较长的一个计划 那一开始的时候 那我想要走数据分析 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可以接收12K 15K的工作 我工作半年之后 我跳一下头 进一个稍微带着的公司 我再工作一年之后 我就跳A.A.再度 你看我可以是吧 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这个叫以取舰的方式 是吧 所以说这个一口吃不成胖子 没有 这个 但是呢 它的射招是吧 那我们就可以去尝试了 如果我们是应届的是吧 像这种大公司是吧 咱们就 这个就不要想了 因为大公司是吧 它背景调查做得很严格 被调 做得很严格 中小公司是吧 基本上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做这些 只要你进入公司了 你做的还行 一般情况下就没事 像现在千锋呢 招一个老师也做背景调查 但是一年前两年前的时候都不做背景调查 你知道之前的时候是吧 我们这招了一个老师 这个老师 说自己有五年工作经验 那就把他招进来了 招进来之后是吧 一讲课不太行 后来的话 公司的人士就对他做了一个背景调查 发现他是刚毕业的学生 我说我们培训出来的学生都不敢这样写 你刚毕业的学生就敢写自己是五年的工作经验 他跟公司的总监聊了聊 聊得很好 公司的总监就把他给录取了 一般情况下在中小公司是吧 你录取的时候 有技术面是不是也有人事面 对吧 在中小公司技术面 说要这个人 人力就只会去给你办入职手续 明白吧 人力就只会去给你办入职手续 就不会卡你了 顶多会卡你一个什么呀 给你谈一谈薪资 顶多就会给你谈一谈薪资 但是大企业是吧 他的人力 他的这个表决权是吧 很大 占的比重呢 可能是就超过50%了 比如我招了一个人是吧 我得需要对你的经理素质啊 对你的综合的这个 这个能力进行一个评估 会让你做很多题 做完之后他评估了一下 看你是不是性格孤僻型的呀 是吧 那万一你在我公司干了 干了两个月是吧 你跳楼了是吧 那不得陪你吗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方面 他都得进行这个 进行这个调控 越是大公司 人力的这个权重就越大 他招一个人 有问题 你说 没有什么处理 你说我可以帮他们公司干活 你给我一个证明我自己的机会 你看 对这确实有一定的这样的这个 嗯 对 这个 这个问题是很保护的 这些什么骗的很特的物件 你为什么要说我自己骗了他 不是 你要知道 我们最关心的是吧 我们一步骗 第二步骗色 咱们只是用自己的这个 你看 我进入公司之后 他如 对于我们的这个代码能力认可 是吧 那咱们就继续干 如果你不认可我的代码能力 你可以给我解雇 你可以解雇我 我可以再去找工作 所以说 呃 有的时候我们心里边那道坎是吧 可能会过不去是吧 感觉这个 呃 现在呢 所有的 所有的培训机构都是这么玩的 是吧 所有的培训机构 你如果要是不这样写是吧 可能面试机会都没有 是吧 所以说它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当然不希望 这个 当然不希望这个造假了 是吧 但是你如果要是有这样的一个工作经历是吧 你可以真实的 你可以真实的 你也可以去什么呢 你也可以去走一下校招 让你去校招是吧 那些大企业都会去各个大学里边去寻讲 你去那 你专门的 你专门去那去给他进行面试 面试官如果觉得你行 他也会招你 工资也不低 阿里巴巴的校招 刚以 就是刚以招进来的校招 他是P6 P6 P6的薪资也会很高是吧 大概有20吧 那你想阿里巴巴最近刚招了一个人 大牛 这个大牛叫贾阳青 他是TensorFlow的作者之一 他是卡费的作者之一 他是PyTouch的作者之一 这都是全世界最牛逼的 他在 他 他在过这个青黄大学毕业 后来的话去 去这个伯努利村校 伯努利是世界上最顶点的大学 是吧 在那读的博士 后来的话就 入职Facebook 入职谷歌 入职谷歌大脑 领导这个 开发了这个TensorFlow 后来的话 阿里巴巴把它挖过来了 一挖过来就是P10 你看P10以上是吧 这个很难啊 P10以上非常非常难 所以说我们这个不需要纠结这个 我们应该纠结是能不能为企业解决他的问题 你想如果我要能为你企业带来生产力 我能够给你解决问题 那你付我钱 是吧 我给你解决问题 这个算欺骗吗 对 这个属于是合作共赢 你知道吧 所以说这个方式呢 我们得转变一下 是吧 你比如说我们去 这个你看 咱们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叫 这个叫这个简历的一个美化 是吧 当然这个不太好 但是所有的人是吧 他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包装 你看我们每天出门 咱们是不是得把自己进行包装一下 化妆 或者说这个 是吧 涂涂口红呀 男的也得梳出头发吧 是不是 要不然你捧头捧发是吧 出去了 那肯定不太好呀 你看我们 所以说这个东西呢 这个大家呢 得自己在心里边是吧 卖过这个卡 如果还要 如果还有哪位同学卖不过去是吧 那你就不用卖了 没事 你用真实的简历去找工作 也能找到 是吧 就是薪资低一些 干的活一样不一样 干的活是完全一样的 工作都是完全一样的 那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有的时候这个 我们知道这个社会的不公平 是不是绝对存在的 公平是相对的 比如说在很多公司是吧 有的人他这个创始人团队 他呢就 因为加入公司比较早 你知道我们公司里边 这个三大创始人之一 他叫张奋进 对叫张奋进 这是他的艺名 那么他 他之前的这个真名我忘了 但是一般开年会的时候 都说自己叫张奋进 你看张老师 他之前是一个讲师跟我一样 天丰刚一创 刚一创始的时候 他入股了 入了25% 那当谁能知道 这个几年之后 天丰发展的这么大 是吧 后来的话 那你想这个25% 他当时就出了 可能就出了这个 十几万块钱吧 现在呢 天丰市值 现在天丰市值是 估值的话十个亿 25%就是 他的身价是2.5个亿 你看他现在什么都不用干 躺在床上就可以捐钱 你能吗 是吧 所以说你这有时候就觉得很不公平 是吧 那就是来了早 是吧 那那就进来了 那就是这样 也不能说抓到地域吧 有的时候这是很 这个有一些这个运气的成分 是吧 所以说这个 你看在北京买了房子了 纽约买了房子了 洛杉矶买了房子了 好多车 好几辆车 所以说是吧 这个 咱们都是这个最普通的马农 是吧 我给你干活 然后我给你解决问题 然后你呢 这个付给我钱 所以说 咱们这个心里边这个纠结 是吧 就可以算一算 这叫你看鲁迅说的是吧 叫相逢一孝敏恩仇是吧 你看 很大的 很大的这个仇恨都可以这个发解 这一点东西是吧 那咱们得需要这个自我消化 自我吸收 等以后是吧 呃 你的这个生活的这个阅历是吧 这个更多一些之后 你就会发现是吧 这个都是都是什么呀 这个都叫套路 好 那么咱们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啊 好 那么咱们就看一下咱们主拍摄的一个这个使用吧 叫六盖 既然我们要接触一个新的东西 咱们看一下主拍摄的一个使用规则 在使用规则这个地方是吧 我们应该很快就可以入门啊 那么我们在地盘下边 大家看咱们在地盘下边 我们就在analysis下边 这个呢是我之前讲过的一些这个课程 哎 一样在微仲银行做过实训 在富士康也做过实训 山东的一个院校 他们想要进行打比赛是吧 也专门来这个天方进行了一个培训 好 那么你看富士康和微仲银行 微仲银行大家用过吧 你肯定用过 你支付宝 你这个微信里边是不是有钱包呀 对吧 我们有没有开通微信支付呀 那你开通微信支付你就在用微仲银行呀 是吧 我们微仲银行里边 他现在可以提供个人的小额代课 是吧 利息比较低 是吧 你只要在微信里边 你的这个累计的消费量是吧 以及你的信用比较高的话 那么你微仲银行 你这个额度就会比较高 所以这是很方便的 你可以在里边买保险 买各种各样的东西 他现在这个公司也很大 知道吗 我去深圳前海湾 一栋楼都是他的 里边有三千多人 那的饭很好吃 欢迎大家去那套公司入职 好 那么咱们 我呢就在这个analysis下边是吧 我创建一个 咱们创建一个新的文件夹 叫HC 叫杭州 1807 好 咱们以后所有的代码呢 我们都写到这个里边 是吧 咱们所有的代码呢 咱们都写到这个里边 好 那么 我们现在就使用一下它吧 在咱们回到浏览器当中啊 我们把这个最大化 咱们就进入analysis 在这个analysis当中 咱们就能够看到 我刚刚创建的文件夹 看到了吧 叫杭州1807 是不是 几秒钟之前创建的 我们可以在windows的这个目录下边创建文件夹 咱们也可以在 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地方创建文件夹 知道吧 就是你看这有一个neo 是吧 也可以在这 来 咱们现在进入杭州1807 在这的话是吧 那么我们就选择 你有一下啊 咱们选择一个folder啊 选中它 大家看选中这个folder之后 这个叫untitled的folder 未命名的 咱们可以给它改名 在它的左边有一个复选框 把这个勾勾上 上面就会有一个rename 点一下rename 你想改成什么名字 你就随意 这个的话 咱们起名叫主piter -helloworld h-e-l-l-o w-o-r-l-d 好 那么咱们就给它改个名 叫主piter helloworld 咱们现在就进入 咱们这个子文件夹 那么这个是文件夹 咱们接下来要创建文件 咱们创建的文件也是从neo下边 在neo这 咱们能够看到 这是不是有一个叫python3啊 看到吧 有一个python3 那咱现在就选择python3 二点几个版本 现在已经 已经给过时了 创建成功之后 咱们现在就能够发现 这是不是就有一个ontitle呀 咱们给它改个名啊 单击就可以改名 那这个呢 咱们就给它起个名 叫主piter的使用规则 大家看啊 在这个地方选择neo 选择python3 然后呢 它就会弹出一个 就会弹出一个什么呀 就会弹出一个这个东西 怎么样 能成功吗 好 大家现在就能够看到 那么我们写代码 咱们就在这个里边写代码就行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文件 叫什么名字啊 咱们刚才创建了一个文件 大家看 咱们这个文件叫什么呢 叫主piter使用规则 IP1NB 这个IP1NB呢 你看是一个我们之前见过的文件呢 就piter文的后缀的是吧 pxp是吧 还有html等等 是不是还有gpdpng啊 这个是不是都是文件的后缀名呀 现在这个IP1NB呢 也就是我们主piter这个文件的后缀名 对他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 文件的后缀名 就是我们代码文件的后缀名呢 叫做.itynb 大家看它是一个缩写啊 你能猜到它是什么的缩写吗 ipathon notebook NOT 叫ipathonnotebook 大家看它就是这么一个缩写 为什么使用它呢 因为主piter是不是源自ipathon ipathon它的文件后缀就是ipathonnotebook 所以说主piter呢 主piter呢 我们可以认为它是继承 它是继承咱们的atheathen itvthln 所以说它的后缀呢 就叫做.itynb 这是咱们的第一个这个知识点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就看一下它的使用啊 来咱们现在就回到咱们这个代码当中 好 那么大家现在就能够看到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有一个光标在闪动来 我们就可以输入了啊 那比如说我们给一个a啊 咱们让a等于1024 然后咱们再给b b等于2048 是吧 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执行代码的时候 那大家现在能够看到上面是不是有一个run 看到了吧 光标在这个 光标在咱们这个栏目当中啊 在咱们这个单元当中 我们这个时候一执行 一运行 大家现在就能够看到 你看执行了 执行成功之后 大家就能够发现 你看我们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变成1了呀 是吧 内存当中 当我在执行这个的时候 你看 看一下咱们这个 你看 看一下咱们这个命令行 大家现在能够看到咱们的命令行这个地方是吧 是不是就有落个日志的输出了呀 看到这个地方就有落个日志的输出了 你看 主piter使用规则 是不是他告诉我们 我们创建了这个文件 创建了这个文件 并且进行了一个什么 进行了一个saving 咱们的主piter呢 它是自动保存的 就是每隔一段时间 它会保存 知道吧 自动化保存 有一个时间兼职 在这咱们做一个注释啊 好 那么在我们的主piter中 它呢 有运行单元 运行单元 我们在这个单元当中 我们去写代码就可以了 在单元当中写代码就没有问题了 那么我们书写代码的规则和python是完全一样的 写代码的规则 和咱们的python呢 它是完全一样的 这样的话 大家看大部分我们就已经学会了啊 好 那么我们刚才说了一下这个运行 咱们运行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状态篮 状态篮上有一个run 我们可以单击它 是不是就可以运行呀 单击运行 但是每一次都单击是吧 这个就不太好了 那么它也有快捷键 咱们现在呢 就介绍一下这个快捷键 这个快捷键呢 我们可以是control加回车 ctrl加上回车entr 那么我们可以运行 还有咱们可以out 加上回车 它也可以运行 那这个都是可以的 还有呢 shift shrift 加上回车entr 它呢 也代表运行 来 咱们现在呢 就操作一下 现在的话 不是有a和b了吗 我就print一下a啊 大家让我print一下a 咱们按一下control加回车 大家看这个时候 我在执行的时候 它现在出现了一个什么状况呢 是不是出现了一个信号呀 信号的话 说明它正在执行 你print a 它不可能花这么长时间 这就说明 这就说明咱们的这个内核 和咱们的这个浏览器 它在通讯的时候出现了一点故障 那么我们在cmd这儿 我们按一下control c 大家看 按一下control c 它就可以了啊 你再按一个control c 就退出了 明白吧 还就是相当于是给它这个 这个中段 按一下control c 大家现在就能够看到 咱们这个代码 是不是就执行了呀 所以说control加回车 可以执行 它执行之后呢 它是选中 本单元 选中本单元 就是说不会再向下边插入一行了 咱们看一下out加回车 看一下out加回车 上面我们不是定义了a和b了吗 咱们在下边插入一行 咱们再定义一个c 我们在1下边 选中这个1 选中1的一个标准 是它的左边这个给变蓝了 然后我们这儿是不是可以点一个加号呀 点加号 然后咱们定义c 我们让c呢 等于512 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你看咱们现在执行代码 叫做out加回车 大家现在就能够看到out加回车会怎么样 是不是在下边插入了一行呀 叫做这个运行本单元 并且呢 插入了新的一行 插入了新的一行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啊 它不是还有一个叫shift加回车吗 执行这个代码 你看shift加回车 它是执行本单元 选中下一个单元 如果下边有 那么它就不进行插入了 那叫做shift加回车 这样的就是 叫做选中下一个单元 那综上所述呢 咱们这几个执行呢 大家看 它的这个规律都是这个类似的 那这个你也不需要去死地应备 你用哪个都行 在你执行的时候 你操作一下这个快捷键 你就知道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形式了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运行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啊 那么我们的代码呢 都在每一个单元当中 那如果我想要在这个单元下边插入一个单元 咱们插入新的代码单元 咱们就可以 我们可以选择上面的加号 是不是可以插入一个呀 那插入新的代码单元 也有快捷键 我们按一个A 或者说咱们按一个B A的话就是在上面插入一个单元 B的话就是在下面插入一个单元 以咱们最后一个 最后一行为例啊 我现在按键盘上的B 咱现在就能够发现 我是不是在下面插入了一行呀 那B的话 它叫比漏 B意思 LLW 这个就是下面的意思 如果我要按A 选中一个单元 按A 它就在上面插入一行 大家有看到吧 这多了一行啊 A呢 是叫About AB ABOA About 是不是上面 Blow是不是就是下面 所以说这个呢 叫做上面插入一行 这个呢 就是下面插入一行 所以说这些指令呢 这些快捷键呢 也是比较容易记得 再就可以入门了 所以刚才双击地址删除 如果想要撤回的话 从Edit里边找 那咱们再看一个啊 我们让A加上B 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Ctrl加回车 大家看结果就有打印输出了 是不是叫3072啊 看了 这个时候就有一个3072啊 那么我们没有打印 其实我们在单元当中输入一个操作的时候 如果这个操作有返回 那么它也会有返回 比如说咱们在命令行当中啊 你看 Windows R2键 假如说我在这启动一下Python 我在这定一个A 我让A等于1024 我执行一下 你看 我没有对 我没有对A进行打印 我来一个A 我来一个回车 大家看1024 是不是就有一个输出啊 那大家就能够发现 你看 在我们主Python当中 我们在写代码的时候 和 和咱们在命令行当中 写代码 是不是特别类似啊 看了 你看 这不是你有一个A吗 它就有一个输出 我们在这来一个A加B 它也有个输出 比如说这个时候 我们再定一个B 我们让B呢 等于2048 然后咱们让A加上B 我们回车一下 大家看3072 是不是就出来了 所以我们上午在介绍的时候 我们说主牌其实呢 就是命令行 加上我们浏览器 可视化了 这么样的一个界面 那么我们学习它 就学习一些快捷键操作就可以了 外码的这个规则都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在这定一个方法 咱们就DEF叫ADD小括号 把X传进去 Y传进去 冒号 然后我们给它一个返回样 叫returnX加上Y 这时候你看我执行一下 是吧 就可以 那么return和上一行代码之间 是有一个缩进 如果我要将这个缩进去掉 咱们直接来一个return 这时候再来执行 大家看就报错了 是吧 语法不对啊 语法不对 那咱们来一个type键 大家看这个时候再来去执行 就可以了 插入一行 咱们输入ADD 叫括号 我们将A和C放进去 执行该代码 1536大家看就出来了 DD CD 我们把一些给它删除 空的给它删除 大家看 这个是这样的一个规则 那这个是我们定义的一个方法 是吧 咱们接下来再来看 咱们就导一个包 导包 那 import 咱们之前的时候 我们导过request 是不是 看咱们这个里边也有request request是不是网络请求 爬城的时候学的呀 是不是 你看 那我们导入一个request as re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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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这种方式呢 来进行导包 实际一下这个代码 刚才我在导包的时候 我让它代码提示了一下 是吧 import 我们输入一个re 有的时候一些包我们记不住 咱们按一个type键 大家看 你输入一个re 就是一般情况下一个单词 你只能记住它的前两个或前三个 你输入一个type键 大家看就有提示了 这个是我们在使用主拍摄的时候 哎 又一个比较重要的东西啊 那咱们在这儿就给它来一个注释吧 哎 另一个科技键呢 就是这个type键 它的提示功能 你知道在Elios系统下 代码提示是用什么来做的吗 是不是就是type键 在CNB下面也是type键 明白 你比如说我想要访问某一个路径 我输入这个路径的前两个词 然后我按一个type键 它就有代码提示了 你看 所以说这个type键是吧 这个代码提示是吧 这个就是咱们的代码提示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type键 代码提示 那你比如说我们现在 咱们在代码当中导活 我们就导入Numpy啊 NUMPY 就是这个呢 是一个数字化的一个Python 叫Numeric Python 咱们进行数据分析是吧 最基本功就是要掌握Numpy的一个使用 我们来一个叫FNP 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那么Numpy就会被夹载到内存当中 咱们现在插入一行啊 那既然这个方导进来了 咱们现在呢就对它进行一个使用啊 那就是NP点 就是说咱们调用里边的一个方法 我们生成一个随机数吧 生成随机数叫random什么什么 咱们输入一个NP点RN 你看咱们现在的话是吧 来一个type键 哎 大家现在发现 是不是就有代码提示了 这个很方便 咱们就选择random 然后再来一个点 再来一个type键 点后边是吧 是它的属性和方法 我们在这能够找到很多 咱们输一个RAN 大家现在能够看到 以RAN开头的方法 属性是不是都在这显示了 咱们生成一个int类型的啊 选择int randint 来一个小括号 这是一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里边我给参数 我应该怎么给呢 是吧 是吧 我们会给它一个范围 这个是你知道的一个方法 给它一个最小 给它一个最大 假如说你要不知道这个方法该如何使用 我们是不是得查看它的API 那怎么查看它的API呢 PiChamp里边怎么查看 CtrlP是不是啊 在这的话咱们是Shift加Tab 看到了吗 Shift加Tab 把光标放到小块里边 ShiftTab 大家看这个就出来了 是吧 所以说大家想到这之后 你看基本上的一些快捷键 我们都已经 这个都已经讲解到了 好 那么咱们现在的话就回到咱们这个代码当中啊 我们对它进行一个再来一个注释 这个的话就是它的 这个就是代码的这个 这个方法的一个使用 代码方法的一个这个API 那就是如何使用 作者肯定都进行了一个注释了 代码方法的API 咱们使用的是Shift 加上Tab Shift加Tab 咱们就可以将一个方法的 这个API调取出来 查看它的这个 作者对于这个方法的一个说明 所以大部分问题 我们在调用大部分方法的时候 咱们看这个就行了 有一些英文如果不好看 你可以从百度上搜 大家知道我们程序员是吧 就是写代码和解决问题 是不是啊 找bug嘛 就两个 你知道咱们在找bug的时候 像我现在找bug是吧 我就会专心的去看它的代码提示 就是你这个地方给报错了是吧 代码提示这会告诉你 我们哪里出错了 一个库 它之所以流行 就是因为这个库呢 很简单 你想犯错是吧 我不给你犯错的机会 或者你犯了错之后 我告诉你你犯 你错到哪了 让你能够快速的改正 所以说这是一个库 能够流行的原因 都是因为简单 所以咱们现在学的是吧 都不是太难啊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机器学习数据分析很难 咱们上午就说了 学完之后 这个让大家心里边又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叫原来如此 那我们所有的东西是吧 都是这样玩 就神经网络也一样 那就得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们才会就是到如果纯青这样的一个这个地步 咱们看这个方法 low high 是不是从最小到最大 size是不是给它一个数据啊 贝塔type是不是给它一个数据类型啊 是吧 数据类型有 int16 int32 是吧 flow的这个等等等等都有啊 那咱们现在就给它一个 最小上它是零 最大的话 它是一百 生成几个数呢 生成一个数 执行该代码 控制加回车 大家看 这回生成的是不是14啊 再来运行一次 就变了 看到了吗 就变成37了 再来运行一次 就变成35了 所以说 这个是我们随机数 咱们就在这个代码当中是吧 大家看 常用的几个快捷键是吧 我们呢 就进行一个介绍 好 那么咱们接下来再来看啊 我们插入一行 那么 就是之前我们在计算一段代码运行 花了多长时间 咱们是通过什么方式 咱们是不是得import time啊 你看我们import prme 是不是啊 然后执行一下 在运行代码之前 咱们time点 是不是获取当前的时间呀 对吧 执行一下 大家看 这是当前的时间 代码 假如说 这个是我们执行代码的一个过程 执行结束之后呢 在后边再来一个time点 time 是不是让这两个时间相减 就是我们运行花的时间 是不是啊 那在我们主patter当中呢 它也提供了很好的一个方式 让我们去计算 咱们那个代码运行 能到底花了多长时间 那么这个呢就是魔法指令了 咱们在这呢 对这个主patter也进行一个介绍啊 这个叫魔法指令 有一些魔法指令 比如说 这个代码运行计时 代码运行计时 有的时候我们 特别看中是吧 这个计算效率 看一下它花的时间到底是 长还是短 我们当然要选择这个代码 执行效率高的 就是花时间短的是吧 那我们如果使用time 这个是可以完成任务的 但是每次都使用它是吧 不太方便 所以主patter就就为我们提供了叫 百分号time 你看它可以使用这个指令 你看叫百分号time 后边的话我们跟一段代码 它就可以计算这段代码 所花的时间的一个长短 比如说我们现在呢 给它定一个这个 咱们给它定一个 定一个计算 比如这个计算呢 我们来一个累加合吧 你看 那咱们就来一个叫comsam 我们定义这么一个方法 叫def 或者说我们 直接给它定一个叫dmsam 咱们来一个sam2吧 自己定一个方法 我们要求谁的合呢 咱们要求x 要求x的合 那在这个当中 咱们求x的合 咱们是不是得需要对x进行便利啊 是吧 造循环吧 那就fori in咱们的x 假如说咱们的x是一个列表形式的数据 冒号 那这个时候我们在造循环外边 咱们在造循环外边 我们给它接收一下 就是这个结果呢 咱们叫ret等于0 在for循环当中 ret我们让它加等咱们的i 这样的话 咱们就可以将列表当中 所有的数据进行一个便利了 那么for循环执行结束 加合就结果出来了 我们return一个ret 执行一下咱们的代码 咱们现在就能够看到咱们的sam2是吧 就定义好了 那么 现在还缺一个x 咱们给一个x 就等于 我们就给它一个列表形式的数据啊 咱们就给一个nt.arrange arrange它可以生成这样的数据 就是间隔是给它一个固定的间隔 然后我们给它一个范围 大家看 start 给它一个cash 给它一个stop 然后再给它一个stack stack是不是它的不服啊 就是一个数和另一个数之间的间隔 现在我们从0开始 假如说我们到100 我们让它间隔是1 你看现在我执行这个代码 x就有了啊 大家看 x是不是0 一直到99啊 左b又开100 是不是取不到啊 所以说 来那大家看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数据啊 现在的话 咱们就看一下 有了x了 又有了这个方法 我们就看一下 那它运行大概花多长时间 那by part of time 这个魔法指令 它就可以计时 来咱们也在代码当中 对于它呢 进行一个这个说明啊 它呢 可以计时 它可以计时 那就by part of time 后边呢 咱们直接跟代码 代码的话 咱们就调用sum2 小括号 将x放进去 执行一下 可能加回车 大家看咱们用了多长时间啊 0 纳秒 是不是啊 这是因为计算机计算速度非常快啊 四手五入了一下 是吧 就是0纳秒 那咱们现在给数据给的多一些啊 我们给个1万 0到1万 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这个时候大家看这个数据就多了 再来运行 一运行这个代码 大家看是不是就是998 微秒呀 所以刚才0到100是吧 那这个计算 对于计算机来说是吧 这个就是这个杀鸡 也用牛刀是吧 小菜一节 所以说 运算出来的时间呢 我们看到的是零啊 其实它肯定也有一个更小的 一个单位 是不是啊 好 那大家能够发现 这个是不是就特别方便啊 看到了吗 非常方便啊 来我们来一个这个 那么咱们在使用它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 这个摆放上time是吧 它必须得 它只能控制它当前这一行 那我们再来执行一下啊 你看再来执行 但是如果我要回车一下 你看啊 我回车一下 我这个时候执行 大家看是不是就是零了呀 哎 为啥就变成零了呢 因为它只能够控制它当前这一行 你当前这一行有代码吗 没有 所以说 你看我们再来一个 删除键啊 再来执行 大家看 就是1.74毫秒 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 操作 那如果我代码有换行 我有多行代码 在这注释一下 咱们有 多行代码 咱们希望计算 它的运行时间 那么咱们可以使用两个百分号time 你看我们就可以使用两个百分号 两个百分号time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时候计算三抹二小拨号 我们给一个x 然后咱们在上面再给一个y y就等于np.orrange 我们给它一个范围 我们让它从零到五千 到号间隔是1 这个时候y这个数据就有了 我们看一下 既计算SAMX 我们又计算SAM2Y 直行一下这个代码 看一下咱们哪个地方给爆错了 叫invalidate 两个百分号是吧 我看一下 是因为咱们这个注释在前面呢 咱们将注释给它挪到后边 剪贴 Ctrl V 它这个再来执行这个代码 大家现在就能够看到 此时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说我们两个百分号time 在您计算的时候 在它的前面是吧 还不能有东西 即使是注释也不能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就是按说我们把注释放到它的前面 是不是不应该有问题啊 对吧 这是它系统的一个bug 对吧 这是它系统的一个bug 就是它两个百分号time 这一行代码 你看按说不应该执行 任何一个工具 任何一个语言 它多少都会有一些bug 你去网上搜 你肯定搜不到 为什么我这个注释放在前面去执行 它报错呢 那就是它系统的一个bug 是吧 这是它系统的一个bug 就是它两个百分号time 它没有识别前面的这个东西 你看我们上边一个百分号time 咱们是不是能识别 你看我们再来执行一下 一运行 再来执行 1.69 大家能够发现每一次和每一次是不是不太一样呀 因为这个代码运行时间特别短 那分配CPU需要花一点时间是吧 所以说这个计算的时候每次和每次都不太一样 但是如果说我们一段代码运行的时间特别长 比如说10分钟 那么我们再去计算的时候 它差个一毫秒 差个一微秒是吧 或者说差个多少 这个都是可以忽略的 但是现在你看这个代码 我们运行了多次之后 大家看每次和每次是不是都不太一样呀 这个时候我们就得需要计算一下它的平均值 平均值是不是就更有说服力了呀 百分二百分二time 来一个type键 大家看 如果你忘了 那你输入一个time 来一个time键 大家能够看到这个代码是不是就有提示呀 第二个大家看是不是叫timeit 这个timeit就可以计算它的平均运行时间 那么我们现在就将sam2放进去 咱们将x放到这 小写到x 然后的话我们来一个sam2 小括号 咱们将y放进去 指挤一下这个代码 大家现在能够发现咱们 信号 这个运行单元的左边有一个信号 这个说明它正在运行 运行的时候大家能够发现我的cpu的温度是吧 哎就是六七十度了 那说明正在跑这个程序 当这个运行结束之后大家看就是50度左右了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啊 大家现在能够看到就是说 这两行代码 运行跑下来是吧 大概是1.96毫秒 这个加减90微秒 你看这个加减是不是有可能会多一些 有可能会少一些 后边这个加减是什么呢 标准差 STD知道吧 这个标准差越小 是说明这个数据越稳定 比如说咱们明天要参加考试了 咱们要考试 考试的话大家这个爬虫考试都考了90分 那我计算一下标准差 计算一下方差是不是0 如果所有人都是90分的话 那这个方差就是0 如果有的人考的分特别高 有的人考的分特别低 这个方差 是不是波动比较厉害啊 好 那大家看他运行了多少次呢 1000次 看到了吗 每一次是几个运行呀 7个运行 也就是说这段代码 他求出来这个值呢 他运行了7000次 求了一个平均值 求了一个方差 求了一个标准差 这是我们的这个结果 加减 加减后边这个东西是吧 叫STD 叫standard 就是标准差 这是我们这个数据 好 那么我们在代码当中是吧 对他进行一个说明啊 这个代码计时 咱们可以百分号time 英文的百分号time 这是当前行的 两个百分号time 咱们可以跨行 百分号time 叫time 咱们来一个e 这个的话就可以计算平均 计算平均 平均的运行时间 注意这个平均的运行时间是吧 我们在哪会有一个应用呢 咱们会应用到 就是说这个代码 这个时间比较短 代码运行时间 比较短的情况 那如果这个时间很长是吧 我们如果要是多次运行的话 那就更耗费时间了是吧 这个呢就可以跨行 上面这个呢就是当前行 所以大家就能够发现 这个魔法指令是不是特别好用啊 对吧魔法指令特别好用啊 好那么还有一些魔法指令 比如说我们都有哪些魔法指令呢 咱们来一个百分号叫magic 那来一个百分号magic 指向一下 咱们看一下啊 执行完之后 它下边弹出来了一个 弹出来了一个这个说明是吧 magic 我看一下啊 常用的这些魔法指令 咱们如果想要把它显示出来的话 那这个叫做ls ls 来一个type件 叫lsmagic 指向一下这个type 好 大家现在就能够看到 我们常用的魔法指令 你看都在这儿呢 大家能够发现这些魔法指令 你看我们刚才是不是用到了time呀 是不是啊 刚才我们用到了time 大家能够看到我们这些魔法指令 你看 有百分号run 百分号sale 还有你看百分号makedir 这个makedir是什么意思呀 是不是linux 我windows下的这个cmd指令 对吧 所以说这个魔法指令是吧 它可以执行 那魔法指令是可以执行我们的这个linux指令呢 你说这个百分号ls 这个是什么意思呀 是不是把当前路径下的 显示出来是不是啊 咱们插入一行啊 咱们来一个百分号ls 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大家就能够看到我们当前路径下 有哪些东西啊 看当前路径下 上面这个点点点是吧 还有这个点ipythoncheckpost 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文件啊 这是它默认的文件 我们在当前路径下大家看我们看不到 但是如果我们要进入文件夹 咱们进入文件夹大家就能够看到 用户 我们这个文件夹咱们创建到analysis 在这个里边有杭州1807 大家现在能够看到 你看 这个里边有一个什么 是不是.ipycheckpost 看到了有这么一个文件啊 所以 我们在代码当中 咱们在使用这个百分号ls的时候 大家看 相应的这个是不是就打印出来了 所以说隐藏的和当前的是不是都进行了一个显示啊 第二代表当前 第二点是不是代表上一集啊 你看一共有一个文件 三个目录是不是 这个是百分上ls 那我们现在呢 咱们可以 windows r 啊 cmd 假如说我们在这使用ls呢 大家看 我们在这使用ls windows下起作用吗 linux下是不是在起作用呢 对吧 linux下 那在这的话 如果我们想要显示是不是drrs 我看一下 看一下咱们这个魔法指令 dir 好 大家现在就能够看到 在windows下 如果想要显示当前目录下有哪些 嗯 是不是就得drr就可以显示了 看了所以说 魔法指令是吧 就是一些常用的什么呀 是不是常用的linux指令呀 因为linux指令是很方便的 所以说 这个 我们的这个主piter呢 是功能很强大的啊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 ls magic 通过ls magic 来列出 常用的 叫魔法指令 这个魔法指令呢 其实就是我们命令上的一些指令 我们可以 叫做linux指令 那其实就是我们常用之前 学到的一些linux指令 好那么之前我们linux是不是学了有一周时间呀 大家的话就可以在主牌词上 这儿是吧 进行一个这个 进行一个这个练习啊 那我们知道我们在pycham当中能不能 直接使用linux指令 在pycham当中能吗 不能是不是啊 但是大家能够看到在咱们的主piter当中 我们去使用这个linux指令 我们去使用这个linux指令是吧 哎就可以 哎就可以实现了 所以说这个也是它灵活的一个地方 你看那 魔法指令 魔法指令呢 使我们的 魔法指令使 使咱们的主piter呢 还更加的 灵活 使咱们的主piter更加灵活 咱们现在能够看到这个里边呢 它有这个 这个创建文件 叫makedir 咱们现在就使用它来创建一个 来看我们插入一行 咱们来一个百分号 叫makedir 来一个空格 那么我们就在方前路径下 咱们就创建一个 啊 我们创建一个 比如说咱们创建一个叫test吧 执行一下这个代码执行 看一下test有没有创建 大家就能够看到几秒钟之前这个test 是不是就创建成功了 嗯 看到了吧 这是刚刚创建的 我们再来创建一个啊 插入一行 来一个百分号 makedir 咱们再创建一个大写的test 执行这个该代码 已经存在了 然后它大小写识别了 那我们换一个 makedir test 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来回到咱们刚前路径下 刷新一下咱们 大家现在就能够看到大写的这个test 是不是就已经创建了 哎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指令 好 那么我们一般情况下咱们是通过cd 那我们cd也是很常用的一个指令是吧 就进入到某一个文件夹里边是不是 那咱们现在就cd进入 呃 百分号cd 咱们就进入test 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插入一行 咱们来一个百分号ls 执行一下代码 大家现在能够看到在test下边 我输入ls里边有文件吗 没有是吧 零个文件 因为它是空的啊 那么我们现在就在test下边 咱们给它创建一个文件吧 选择创建文件的时候 咱们可以创建txt file 啊 可以创建pathon folder terminal terminal就是终端的意思是吧 咱们创建一个txt file 好创建之后我们给它改个名 那么咱们给它取个名就叫做 texttest 好 现在的话我们把它关闭掉 咱们在代码当中我们再 插入一行 在下边插入一行 来一个百分号ls 再来执行这个代码 大家现在就能够看到 这个里边是不是就显示了有一个文件呀 看到吧 叫test.txt 所以说我们这个程序呢 这个魔法指令呢 它是这样的一些操作啊 看它还有清空clear DLS是吧 colors 当然这个魔法指令只是将一些功能给它增强 它相对于我们这个命令行来说 还是有一些逊色是不是 好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对于魔法指令进行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好 那么接下来咱们再往下看啊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介绍一下叫markdown 好 那么咱们的markdown是吧 是我们对于公式呀 对于一些这个图片呀 或者说文本的一个介绍 你看我此时在下面插入了一行 这个里边写着一个in 对不对啊 就是说in呢 就代表代码的一个输入 那比如说这个时候我输一个a 大家看下边是不是有一个out呀 out是不是代码的一个输出呀 对吧 那这个是写代码 注释的话咱们按住这个啊 ctrl加上反斜盖 这个是注释 ctrl加反斜盖 你试一下 我们可以在这写注释 你比如说 这个呢 我们写一个注释 咱们呢就打印输出a 那这种呢是代码格式 那我现在把它转用着markdown格式 我转用着markdown格式之后 是吧 那这个景号是不是就代表标题的大小呀 是吧标题的等级 怎么把它转用着markdown格式呢 大家看咱们的状态篮 你看状态篮 这儿大家看啊 这个地方是不是显示着 看咱们画图 大家看这个地方是不是显示叫code呀 对吧 那code的话呢就说明这个这个单元格是写代码的 如果我点击一下大家看第二个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markdown呀 我选择一下啊 大家看 此时大家就能够翻一下 大家看 这个打印输出这个写错了 叫打印输出 你看我如果这个时候我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大家看 打印输出是不是就被加粗了呀 我再插入一行啊 我再给它转用着markdown 转用着markdown是吧 咱们有快捷键 我们可以选择上面状态篮这个code 选择markdown markdown的快捷键呢 输入一个m 你看 线坛上的m 就可以把它转化成markdown down 来咱们选中这个单元 按一个m 大家看这个是不是就转用着markdown 咱们在此处是吧 我们给它一张图片啊 我们看一下 给图片的话是感态号 中括号 小括号 是不是 那咱们就给一张图片吧 现在咱们就从网上随便搜一张图片啊 比如说咱们就搜 你想显示 显示谁呢 我看一下 咱们就显示一个狗吧 D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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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好 咱们就显示这个狗啊 那么我们就 右击 图片另存为 大家随便从自己的电脑上找一张图片就可以了啊 咱们取个名叫造舌 我们把这张图片保存到C盘下边 用户下边 个人电脑下边 找件analysis 找件咱们杭州1807 找件主牌是hello world 咱们点击一个保存 好 那么图片有了 我们在代码当中是吧 我们就显示一下啊 那咱们这个时候就这个小块里边是吧 当前路径下肯定有一张图片了 你看 叫Dog.jpg 是吧 现在咱们就给一个1.jpg 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肯定是写错了 是吧 我看一下啊 看一下咱们显示图片 是小块写到前边还是写到后边 这个图片没有显示 你看我一执行 是不是没有显示啊 这个说明咱们的格式给写错了 呃 等会我看一下 Dog.jpg 这个是可以展示的是吧 图片没有问题 哦哦哦写错了 写成1.jpg了是吧 写成Dog.jpg 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大家现在就能够看到 一个汉后的温效 微效是不是就显示出来了 好 那大家看这个就是我们markdown的一种格式 那当然咱们也可以给数学公式的是吧 比如说我们现在找一个数学公式啊 咱们来一个黎曼开想 那叫做黎曼开想 那 那黎曼开想 咱们就找图片吧 大家看这个黎曼开想咱们找一个这个公式啊 大家看这个公式就是啊 比如说我们去写一些文档啊 我们希望我们需要需要呢将这个公式放到我们的代码当中 方便自己能看懂 别人能看懂 那咱们就找这个公式 嗯 在这呢咱们起一个名叫黎曼 好 图片保存到三千路进去了 咱们现在 插入一行 把简单号 英文的简单号 中国号 小拖号 叫做黎曼 点 GPG 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中国号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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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我们是不是没有把它转换成markdown格式 你看 它的左边是不是还有一个印叫53呀 选中这个单元来一个m 这个时候就可以了啊 执行该代码 大家现在就能够看到 这个图片呢就可以在这正常进行展示 嗯 好 那么我们插入一行啊 看一下它支不支持这个网页版的 那网页版的我们右击 我们将 图片的这个地址是吧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啊 右击 复制一下图片的地址 Ctrl V 执行一下 大家看这个就是 不对 这个不是图片的地址 哦 看一下啊 嗯 应该是啊 来咱们现在的话 转向这markdown 感态号 中国号 小括号 Ctrl V 来 再复制一下这个地址 复制图片地址 在一个新的当中是吧 大家看这个是不是就是图片的地址啊 这个就是它的URL啊 咱们现在呢 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大家现在能够发现 你看 你看我们 主排者当中 咱们是不是给网页版的URL 它是不是也可以自动去帮助我们加载啊 看到吧 因为这个就是它的地址啊 真实的网页地址 只要能联网 那么咱们就可以展示 所以说 它的功能是很强大的 是吧 好 好 那么我再看一看 还有没有要补充的地方啊 主排者的使用规则 大家看这个运行 插入 删除 代码提示 代码的这个方法的一个API 代码方法的API 以及呢一些魔法指令 基本上呢就这些了啊 哎 基本上就这些了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视频